在台东剖腹盛民的出入枇杷 在2月中期开始进入盛产了 今年因为缺乏雨水 整个枇杷的果实反而是比较小颗 不过口感依然是香甜又多汁 农民杨昭信表示说 现在枇杷是当季水果 盛产一直要到清明节前 也欢迎民众在2月8日连续假期 可以前往台东来尝鲜 整个山头结石雷地 枇杷树上长满一串串的枇杷 打开套袋 一颗颗圆润饱满 外皮透着黄沉沉的枇杷 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口 今天这个岳北山梁 它对这个差不多2个车 野车的时候就开始溜溜溜溜 一直在进入三季 因为我们有种两种的品种 一种是现在长期早生的 长期早生的这是新品种 另外一种是茂木的枇杷 茂木枇杷现在也陆陆续续 也在开始采收了 近年因为这团中的 河水比较少 所以说它的枸杷有少许一极 有少许一极 少许一极 但是品质很好 品质很好 对整个的山梁 可能因为它的枸杷都没起来 可能会比较少许一极 目前盛产的出入枇杷 在台东种谷地区 栽种着长期早生种 及茂木两种枇杷 从现在一直到清明节前 都是盛产期 像我现在抽到这个 一斤的时候差不多 在百五至百八一档 今年我们一种新销的都差不多是这样 最主要的时候 这个品质非常好 所以价位上的时候 我们算财取比较品质跟价位上 是采取一个很合理的价位 因为现在进入这个山柿 也希望各位少许者 能够来台东 从草鲨里边 从出入木桑 到来山路山高 甚至出入木桑 我们三小班的办案都有床 大家来做这个长鲜品尝 口感香甜多汁的枇杷 正是目前当季的水果 想品尝风味绝佳的枇杷 不妨利用即将到来的228年假 到出路一起来尝鲜 记者潘君伟 北南乡报导